鬼父淫女1257次 母子說對不起 沒法保護你 唉 又是鬼父 新北一名暴力鬼父 九年前趁讀幼稚園的大女兒 熟睡時伸出狼爪猥褻 女兒驚恐嚇 只能裝睡 太過分了 幼稚園才幾歲啊 竟然嚇得了手 不僅嚇得了手 鬼父還變本加厲 大女兒讀小學一年級後 用手指性侵 女兒說不要 她還是暈上 兒子在一旁 她也是支開 映上 有字不顧 二女兒也睡在一旁 還是侵犯大女兒得逞 直到去年5月 大女兒月經沒來擔心懷孕 告訴老師 才揭發全案 但檢檢每次傳喚母親哥哥 跟二女兒作證 他們都鼻青臉腫的說 沒有聽聞 直到鬼父遭到羈押後 才說出令人同情的實情 原來其他家人早就發現 母親甚至撞見過 鬼父壓在大女兒身上 沒事沒事 但只要一提就會被鬼父打 大女兒向母親訴苦過 但母親也只能說 對不起 沒法保護你 新北地院推算 鬼父猥褻性侵供1257次 認為她為一己私欲不顧人倫 判處3807年 合併執行22年6個月 董新聞總和報導